如何快速让自己带有褶皱的衣服变平整 首先使用快捷键Ctrl加J复制两个涂层 将复制的第一个涂层命名为低频 第二个涂层命名为高频 选中低频涂层执行滤镜、模糊、高丝模糊 先将竖直设置为最小 然后拖动预览框找到褶皱最深的地方 然后调整竖直大小 直到褶皱消失 调整好以后选择高频涂层 执行图像应用图像 涂层选择低频涂层 混合模式修改为减去 数值为2 补偿值为128 设置好以后 先使用修补工具 调整高频涂层比较明显的褶皱 你想要修得平整一些 就把褶皱全部去掉 想要修得自然一些 就保留一些比较自然的褶皱 修好以后 将高频涂层的混合模式修改为线性光 然后选中低频涂层 在工具栏选择混合器画笔工具 画笔数值可以参考我现在的设置 设置好以后 就可以调整画笔大小 沿着衣服纹理方向涂抹褶皱了 有些纹理比较深的地方 可以选中高频涂层 同样用混合器画笔涂抹 但是会失去一些纹理细节 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 选择那种方式都可以 涂抹完成以后 可以对比看一下效果